经过将近五年的防疫封关 北朝鲜总算要对国际游客开放 两家业者都在社群攻卦 宣称得到在地合作伙伴的消息 朝方将开放革命圣地三池渊 根据北朝鲜官方宣传 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已故父亲金正日 就是出生在三池渊境内的圣山 位在中朝边境的白头山 以此确立金家统治的正当性 尽管只收到三池渊开放的消息 业者期待包括首都平壤和其他地方 也终究会允许国际游客进入 北朝鲜官媒还没有相关报道 但当局一直建设三池渊成为旅游区 金正恩7月还到场视察 仁怒金正恩的官员不止被停权 还移送法办 北朝鲜从2018年就在大规模建设三池渊 隔年还将它升格为市 2021年金正恩追加指示 要加盖饭店、铁路和公路 改建机场等 今年更讨论了要盖滑雪度假村 韩林社曾报导 金正恩想赚外国观光材 锁定俄罗斯等国游客 推动不受国际制裁影响的旅游业 民事新闻林皓博仲和报道